《消失的麦克》 作者 李德霞 三十多年前 那天一大早 爷爷就拎把镰刀出了门 爷爷在进门时 领了个麦克回来 麦克是懒工割麦的 母亲一看爷爷身边的麦克 惊讶的一一声 皱着眉头对爷爷说 爹 咋是个孩子啊 爷爷晃了晃手里的镰刀 黑黑一笑说 嘿嘿 别看人小 本事不小 刚才我领他到麦地里溜一圈 试试他哥麦的本领 一点不闹 父亲和母亲都是哥麦的好手 以前我家从不顾麦克 可是这年不同 麦子黄了的时候 一向身体强壮的父亲病倒了 腰疼得站不起来 爷爷老了 割不动麦子 靠母亲一个人 是无论如何也割不完的 母亲跟爷爷商量了半天 才决定顾个麦克 吃过早饭 母亲领着小麦克下来地 中午回来 母亲惊喜的连声称赞 果然不闹 连我都撵不上里 母亲做饭 小麦克也不闲着 一会儿到院里提通水 一会儿帮母亲烧个火 闲谈中 母亲知道小麦克满时久了 老家在甘肃陆南一带 父母已经去世多年 家里还有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 小麦克两年前就离开了学校 跟着村里人过黄河 一路向东来我们这边当麦克 麦子割了一半时 小叔从省城匆匆赶回来 父亲要做手术 他是回来取钱的 母亲七凑八凑 卖了一头猪 才凑了三千块钱 送走小叔 母亲拿着剩下的四十块钱 对小麦克说 我家男人要做手术 家里拿不出顾麦克的钱了 这是你的工钱 拿着另找一家雇主吧 小麦克没接钱 一脸诚恳的说 大嫂 你家麦子熟透了 不能再扛了 就让我帮你割碗吧 你家有难处 工钱就先欠着 母亲一愣 欠着 母亲不知道龙南在哪里 但母亲明白 龙南离我们这里一定很遥远 隔山隔水的远 母亲说 欠账没有欠这么远的呀 小麦克说 我明年还来 到时我登门来拿 母亲断然的摇摇头 这时 一旁的爷爷说话了 哪有半道打发麦克的理 留下吧 工钱的事我想办法 舍着这张老脸 还愁借不到几十块钱 爷爷借钱去了 鸡卵大的个村子 东家三块 西家五块 总算凑够了 小麦克的工钱 小麦克要走了 母亲起了个大早 烙了香喷喷的鸡蛋葱花饼 母亲去喊小麦克 连喊几声没人应 推开下房门一看 里面空荡荡的 小麦克扫走了 更让母亲万分惊恶的是 叠好的被子上 撂着一打钱 正是母亲 头天晚上交给 小麦克的八十块工钱 母亲呆呆的站在村口 一阵尘风拂过 吹落母亲满眼的泪水 第二年 麦克没来 第三年 麦克还是没有来 听人说 麦克的老家这几年 这几年也好起来了 男人们不用出门当麦克了 母亲听后 有几分欢喜 也有几分失落 一会儿三十年过去 母亲也是快六十的老人了 她常常念叨起当年的那个小麦克 母亲说 她也是笨五十的人了 该是老婆孩子一大家了吧 母亲还说 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咱家 也不知道她还记不记得 咱欠她八十块工钱 几年前 甘肃陆南发生泥石流 伤亡惨重 那些日子 母亲坐在电视机前 看着一幕幕 令人揪心的画面 看得老泪纵横 我回城的头天晚上 母亲突然问我 城里有没有捐款的地方 我说 有 到处都是 母亲翻箱倒柜 找出个旧存折交给我 母亲说 替我捐了吧 我一看 存折上只有八十块钱 存期已经三十年 我明白了 这不就是当年 我们家欠小麦克的工钱吗 这些年来 我们家也苦过难过 可母亲 硬是没动里面的一分钱 只是当年的八十块 现在已变成了六百元 回城后 我添了四百元 凑足一千块 郑重地捐给了 甘肃陆南灾区 是以母亲的名义 就算了一百元 就算了一百元 你怎么办 这几百元 我那年来 以后 绑不得到 你自己作为